它来了它来了,它接到稿子就来了,大家好,我是翔子。 当伊涅斯塔在世界非年的丰功伟绩被抹杀时,所谓的世界球员排行就已经失去应有价值。 FIFA最佳球员或是金球奖,存在的意义只是媒体财团能够获利最多的引流包。 包内有什么内容,完全是根据商业需要而定,体现最为明显的莫过于世界北年总有两线表现强眼的球星被人为抵下去。 比如2010年的伊涅斯塔,2014年的诺伊尔,到了2018年由于克罗地亚的强势表现,这一次终于有人能够挤掉梅罗。 但2018年没那么引人注意的屈尊人员,还包括皇家马德里的瓦拉内,俱乐部拿下欧管,国家队拿下世界杯的双重身份,足够在竞争层面上登堂入室。 最终排名刚刚超过阿扎尔,而对于一些俱乐部功绩卓著的中后场大将,则是永远上不了厅堂,毕竟竞球数字成了无形中的硬指标之后,后场干辛苦活,中场干关键事的人群,始终无法得到足够关注。 缺一个精球的伊涅斯塔只是其中之一,然而伊涅斯塔多少还能够被人看出缺精球?多个赛季里,明显发挥作用重大的人群,同步会被提及。 利物浦的法比尼奥,拜仁慕尼黑的蒂亚哥都是直接被无视的对象。蒂亚哥在中场阻截多少次对手前锋,也比不上梅西的西甲,竞球数字。 蒂亚哥为拜仁前场,分忧多少次,也没法和来万当年九分钟五球的重播率抗衡。 当巴黎引进了内玛尔和姆巴佩之后,乍看上去似乎巴黎已经登峰造极,将要挑战黄萨人这些传统豪门,然而被媒体左右到失去意识的观众,并没意识到巴黎上一次和巴萨能够面对面平分秋色。 是在伊布和小卢卡斯坐镇的时候,即使是在世界杯年,姆巴佩的牌位也超越了萨拉赫。 内玛尔在巴黎只踢了半个赛季,也和苏亚雷斯为此相当,利物浦的两届,表现比不上巴黎的营销价值。 苏亚雷斯整个赛季,也只相当于内玛尔踢半个赛季。 这种榜单,完全就是无视足球现实,只要足球收视得肆意妄为。 当2020年的FIFA又联合媒体,开始发榜时,非世界杯年时的来万镜榜,而格纳布里,甚至德佩的表现,远远胜于梅西,还是没能够成为主角。 评委们永远不会,发现格纳布里的射门转化率,接近50%。 德佩所在的球队,堪称欧冠四强,最单薄阵容,自己还有伤病,停赛历史,依然创造奇迹。 所谓的年度,最佳球员评选,只不过是欧冠电视转播商,年底冲业绩的闹剧。 And,他走了他走了,右下角点个赞,再走啊老板。